文明世界的华人主廚江振成 在台北举行了新书发表会 现场来了两位重量级贵宾力挺 一位是金华酒店董事长潘思亮 另一位是总裁严长寿先生 第一个我觉得很不容易 就是能有这样子的法国这样子的主厨 能够愿意教导一个亚洲人 连法文都不会 然后一直到能够独当一面 我想教导一个法国人成为他的主厨 会比教我来的容易十倍 所以我很介意这件事情 就是他能够花这么多的时间 然后从我刚到法国的时候 他就给我 因为我没有地方住 他就给我他们家的一个房间 然后帮我买一个小电视 然后带我去商场买脚踏车 就好像对小孩子 对的一样的那样子的照顾 然后 所以我一直 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都很感恩那一段时间 就像说在书里面我有提到就是 在我们的餐厅 除了餐厅经理接电话 总经理接电话 就是我接电话 帮客人做定位 那 别人会觉得说 这是一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这样想 如果我今天是客人 当我打电话到这个餐厅的时候 我希望帮我定位的 或是说接我电话的 是餐厅最重要的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我的灵感来自什么地方 我没有 其实我不看那个食谱的 就是我自己是不看食谱的 我觉得 我看的东西都是 建筑或者是fashion 或者是 所有我觉得有趣的 或者是摄影 看我喜欢看的东西 但是不是跟做菜有关系 我发觉 在我书上有些 当你不在这个框架里面的时候 你所有的想法都是在框架外 我觉得对我蛮重要的 就是当你有 每天看的都是 做菜的讯息跟书 你很容易就变成一个罗解 那就很难跳出这个框框 江振诚特别感谢启蒙他的妈妈 江振诚身边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他的妈妈和太太也来到了会场 在母亲节即将来临的前夕 江妈妈也特别以儿子为骄傲 以上是良好印象在现场的报道 我们要享受这一段时间 10%的時間,我們沒有空間 所以每天都是工作 是很困難 不得有任何人的生活 因為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 回回回 感想幫你 說明了 謝謝 USA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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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